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呢 我们就点击这个是两个 这像铁链一样 连结记号 点击完以后呢 它就会出现这个东西 HTML 的那个 embed 它给你一个 iframe 的语法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以我们刚刚的经验 在google document 还有在google calendar 的时候呢 我们用到这个语法 所以大家应该很不陌生 我们就copy它 right click copy OK 它有一个customize 的功能 就说 除了你刚刚可以copy这个语法之外 它下面有customize 那这个东西呢 跟google calendar 是一样的 它可以为了你的版面 把你的这个整个环境 就整个图塑造成 fit 你的网页的大小 那我们就点击看看 点击之后呢 你会看到一个 它就是fit 你的那个宽跟高而已 其他没有了 所以这个还OK 或者是说你很简单的选择大中小 customize 就是说你自己选择自己的大小 那这个尺寸完全是为了你版面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样把地图 放到我们的版面里呢 我们在act page 第一个步骤就是到我们的page的地方 这是webly 网站的部分 那我们在page的地方点击之后 去增加它的页面 点它之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 第三 在这个位置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开始改名字 当然这个报名表是刚刚的 那你点击新的出来之后 应该会有个new page 这时候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写学校地图 写完之后呢 你就要save setting 然后呢 进到这里 你就会看到这个学校地图的tab 我们就点它一下 它就会直接跳到这个页面去 然后呢 跳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html的code 就把它拉下来 你现在看到我们做的这个东西 完全没有做框架的部分 这只是简单的告诉大家说 我怎么去把html 跟iframe的语法结合起来 把google的功能 拉到我们的这个webly的网站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拉下来之后 我们再去copy这个语法 我现在用的是它原始的 没有去修正的 copy之后呢 我就回来把它贴上 贴上呢 马上两秒钟之内 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图 那它这个图非常小 所以你这个版面可以稍微自己再做一下配置 全部完成之后呢 ok之后要记得 每一次你去编辑网页 最后要做的动作就是什么 就是publish 你要去做publish的动作 把它推出去 好 所有的动作都一样 它就告诉你说你的网站呢 已经推出去了 这是你的网址 现在讲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网站里面呢 view上了学校的地图 到旁边如果说你做两个框架的话 这个旁边还可以写学校的地址 联络电话那些的 我们现在还要讲一个google voice 那这个东西呢 我现在目前呢 没有把它放在这个webly里面 我是把它放在我的部落格里面 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介绍就是 这个google voice 它的语法在哪里找 google voice呢 它的版面看起来非常简单 那主要的就是你的contact 就是你的朋友啊 那些电话 那这是我的电话 它这个号码呢 不是我的住家的 那我有买号credit credit是为了打国外 它打国外还蛮方便的 那他给的这个号码 他给的free的门号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可以去申请一个account 就可以做现在这些动作 那目前呢 我还不跟大家介绍 这个google voice的一些其他的功能 我只是告诉你说 support 你现在已经有这样一个google voice的account 你可以从google voice这个网站呢 直接去call 那从这里call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可以phone to phone 好不是说从pc打到人家的电话啊 或者说从pc打到pc 那这个是非常好 google voice的功能呢 他会让你觉得他是个接线生 我们现在在这里google voice里面呢 我们先不讨论其他的 这是属于他给我的门号 这是我买的credit啊 每次我大概买个20块钱 然后打给国外的朋友或者是客户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是在找他的那个which的 你要怎么样把它build在你的网站里啊 让你的朋友在美国地区的 他可以免费call你 在我这里有个叫setting 就是这个螺丝钉啊 你点他之后他会出来setting help 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点击setting 你进到setting之后呢 我们要去找一个叫做call which call which 然后我们进来呢 你会看到这个东西 一个小小的东西啊 这就是给你朋友打电话的啊 那你我们看到这个in backcode in backcode 它是用object insert进去 它不叫iframe 它是另外一种啊 它叫object OK好 那我们把它copy进去之后 我们就copy这个code 我就把它贴到部落格 这是我的部落格 blog 华语word.org slash雅文证 所以你到我的部落格里面去的时候 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打电话给我 怎么个打法呢 我们进来之后呢 你点击一下刚刚这个画面 然后就会出现你的name 那你出现你的name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万一我不在 你的留言 你的电话我可以call back 你在这里打上你的名字 打上你的电话 打完最后一个数字之后呢 这个connect 我现在打完了 留了最后一个字 我打完之后呢 你看 它就会出现这个东西了 connect就出现了 好那你就要去点击connect 它就会先打给你 打给你这支电话 它先打给你 因为google它变成一个接线生 你告诉他你要打给郑亚文 他先拨给你 所以他拨给你 你接电话你就不用付钱 然后呢 你拿到电话的时候 他开始拨给我 我也是接电话的人 我们两个都是接电话的人 谁付钱 谁买单 那就是google 所以他一打了之后呢 先打给你 然后再打给我 好通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通话了 如果不通了没有关系 你就可以在那个留言里面 流话 我就可以回你 这个呢我们是把它 build在那个部落格里面 所以呢你会知道说像这些 google给的功能呢 只要有html的功能 不管你是moodle 还往部落格 其他的部落格 或者是说 webli这一类的drag and drop的那个web builder 你通通可以做到这个功能 那非常方便 所以学校呢 就可以请人家打电话进来啊 如果说他没有任何事情 好那google voice呢 等一下我们再分张 跟大家稍微探讨一下google voice的好处 各位老师好 我们现在讲的是google voice 那我们要怎么样到google voice呢 我们就到google.com 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去找 OK 你也可以用打的 Voice OK 我打好了之后呢 我就按enter 然后呢 他下面就会出现这个google voice的网站 那我就点击进去 那如果说你从来没有google voice的account 你从这里去申请一个 那我本身有啊 所以我就在这边把我的account打进去 他的账号呢 几乎就是跟你的email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跟各位讲 请各位去申请一个gmail account 那你在申请gmail account的时候 现在都可以直接好像有点这个跟google voice 已经连在一起了 这大家申请的时候 他那个路径完全不一样 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的我们现在进到google voice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我有很多电话 那我们就到这个inbox 这是inbox 那我们先来看啊 他还有voicemail 平常的voicemail 人家留言 可以录整通电话 那他的平台大概就像这样子 我可以直接按voice 好他这整个平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已经用了很久 所以里面有很多电话 那这个号码呢 是你在申请google voice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免费的这个门号 好我们讲的是门号 那下面我有买credit 你可以再增加credit哦 为什么这是打国际 他一分钟大概就两cent左右 看国家有点不同 然后呢 这有抗议的地方 就是说你觉得他service不好 或者是觉得他service不错 你可以给他一些feedback OK 那contact就是你的朋友啦 那这些大家都可以 就是说你自己的资料 好那在这个地方 我通常打打电话给朋友的时候 我按call 那如果是你直接打给你的朋友 你只要点你朋友的名字 他会出现号码 比如说我现在打momo 我打他号码 我可以选call 或者是打他的那个instant message OK 好你也可以打家里电话 也可以打这个mobile的电话 这个就是你可以去edit他的这个电话 好非常方便 很自然的 然后你可以在你的 比如说我在朋友这边 这个就cancel掉 就cancel不要 然后你可以在朋友这边啊 哪一个分类里面去增加人 好慢慢练习 慢慢练习 这个跟email一样 然后呢 这个是你这个电话 可能不在这个栏目里 不在你的朋友的这个contact栏目里 所以我们就直接打 比如说123456789 OK 然后我就按 什么叫做call with call with就是我当初设定 这个google voice 它先打到我哪里 我一共设了三个啊 一个是工作电话 一个是家里电话 那另外一个是手机电话 也就是说我出去的时候 这三支手机可以一直想 一起想 或者是说你可以指定哪一支电话想 那我现在就设定说好 google你就先打到我家来 不要打别的电话 那他就打到家里 然后我就按connect 他就会先拨给我 先拨给我 然后再拨给这个号码 我们就接通了 那for这个电话呢 我可以不要call 我也可以text他 好只要他是手机 他accept text message 的就可以啊 那我试过那个电话 从台湾是不能用的 但是呢text message 我觉得是可以的 好但是那个你好像不能传中文 好那这部分呢 慢慢大家去克服这个啊 那他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说 他可以转电话 好在这里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他的option的地方呢 你点进去 他有一些setting 你可以进去看啊 这是我google voice的电话 你如果要改 你选择一次之后 再要改的时候 他要charge你 好那我现在有设定说 好这是我家电话 我还可以增加好几只电话 你也可以用google 那个voice chat啊 也就是说 你在你的gmail里面 有个叫那个chat 有一个call phone啊 那个东西 他就可以从pc打到人家手机 那如果说你是用这种phone to phone的话 好你就可以 在这个地方打入你家电话 他就先播到你家 再打到朋友家 非常方便 好那voice mail跟text 你可以做很多设定 他说你可以 greeting有好几个 你不同的group 可以设定不同的greeting 比如说我的家人来 我设定他的greeting 然后他们打来的时候 我说啊妈妈今天有事情 晚一点怎么样 那你给他公司 你就说啊OK 呃我们今天公司休假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有很多个那个voice announcement 叫announcement 那他打来的时候呢 他就听到不同的greeting 好那你可以把这个录下来啊 再播放看看很方便 以前要直接从电话打进来啊 好再来这个call的部分 他都有很多的setting 那刚刚我们讲到就是call which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非常方便 如果说你有网站公司网站啊 像我们刚刚我是因为已经build在我的blog里面 所以我在weebly里面没有再放进去 那其实呢你在weebly build的时候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现在可以把weebly叫出来做给大家看 好我现在进到我的weebly account 我随便找一个啊 好我现在找了这个画面之后呢 我要把那googlevoice的这个witch的把它加在这个地方啊 那我要加进来之前 我不是要先加一个html吗 好我把它放进去之后 然后我要到我这个googlevoice的地方 把这一段把它copy起来 再回到weebly的地方 然后paste它 paste完之后我就放手 你看起来的时候它有点好像切掉啊 没有关系 publish它 publish完之后我就去点击这个网址 它就跳到这个网页画面 你会发现它出来的就是跟刚刚一样的东西 跟刚刚完全一样啊 它出现这个东西 你可以在旁边写点文字跟人家讲说 你可以打给我 如果说我不在请留言 好然后在这我就按一个 你看它名字number就出来啊 比如说我写我是123 下面电话是123456789 打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那个connect就出来了 好你就看到connect出来了啊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你自己的电脑里 所以你可以keep它 keep这个号码啊 以后你打给我它就都这样子 然后你就去按拨 拨号之后它会先打给你这个留的这个号码 再拨给我好 拨给郑亚文 那就是这个样子非常方便 那我们在讲说学校的页面 你这一边可以是一个地图 这边可以是个电话啊 你我们在讲说版面的那个框架 你在做的时候 那下面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写一些contact的人的名字 email都可以 那它也有连结的功能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把这个网页的部分到此告一段落 各位老师谢谢你们 也祝福你们有一个愉快的数位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